咱们看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珍贵而特殊的合影 照片的所有人都是用PS合成在一块的 但就是这样一张批出来的照片 却让人感动 照片中是87位参加过 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 平均年龄超过90岁 他们身着志愿军军服 胸前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的纪念章 尽管他们年事已高 但依然精神绝朔 散发着军人特有的精气神 为什么要批一张这样的合影呢 设置这张大合影的照片的发起人 是杭州市富阳区志愿军老兵关爱基金项目负责人薛于华 他也是一名退役军人 他说有不少老战士拿着黑白军装照 为我们讲述当年的战斗经历 有人提出希望穿上老军装再拍一张彩色照片 也有人提出想见一下当年的老战友们 考虑到老战士们年事已高行动不便 薛于华就想到为老战士们每人拍一张军装照 再将这些照片制作一张合影 让他们在照片当中团聚 于是由这一支美术编辑摄影师组成的志愿者摄影团队迅速组成了 那合影行动于2021年10月25号 抗美援朝纪念日这一天正式启动 根据了解呢富阳当时健在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一共89位平均年龄90岁以上 不少老战士呢已经是95岁以上 还有的常年卧病在床 要想让他们再一起拍合照几乎不可能 可行的方法呢是先为每位老战士拍摄单人照片 后期通过技术合成在一起 这些老战士分散在富阳区各个乡镇街道 志愿者团队先后去到了富阳16个乡镇街道 总行程将近了1000公里 那最终是完成了87位老战士单人照片的拍摄 有老战士因常年卧病在床 不能起身拍照 摄影师呢就站在凳子上拍 还有的老战士正在住院 因为疫情摄影师呢不能到现场拍摄 就由家属用手机反复拍摄 选出最满意的一张 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奔波拍摄和后期制作 2021年11月25号 大合影终于完成 志愿者陆续将表好的照片 送到每一位老战士的手中 尽管志愿者团队是争喷夺秒 但还是有遗憾 就在合影行动进行中呢 有位老战士在没有看到大合影完成之前 就因病离世 但是老战士身穿军装的身影 永远留在合影当中 也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许多看过这张合影的人都说 这张照片太震撼太珍贵了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硝烟散尽 享太平 勿往当年 为国人 向老战士们致敬 也为制作这张珍贵合影的志愿者们点赞 请不吝点赞